我今早早就很早醒了 去床那裡去祈禱 去勤拜 就在那裡吐 即是跟神有關係 接著我就回到嘴裡站著 等候神一會兒 接著我等候的時候 我就心口平安 後喜樂 有個意念走出來 那個意念就是 我想帶你去一個地方 接著我就 我自己都想起床了 在9點鐘我出門後去我的教會 那我就這樣結束了 回到教會 那教會一開到 後來就敬拜 敬拜我就很投入 很平安 很喜樂 我心裡很大的痛不上 那我享受的時候 有時敬拜一下 我就會去睬眼 很享受的 那我靈裡面就看到 看到異象 就是上面光 跟太陽一樣的 都很大的 那是一個魚圈 跟地球一樣 接著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三個都順著這樣 接著二年走出來 心和腦裡 二年走出來跟我說 說了兩、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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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不知什麼 我不知什麼 但是我就很平安 很喜樂 很感恩 然後結束之後 我就走出海 跟大兄姐妹去喝茶 那平時我教會小組 一個姐妹 她就找了我很久了 到了兩、三年了 我跟他聊天 我跟他祈禱 他不開心 他的家庭什麼都跟我說 然後他明天就去伊利市那裡召喚 我看他很不開心的話 他很害怕 沒有平安 然後我跟他一起祈禱 他說好 然後我跟他一起祈禱 我就問他 你剛才站到監獄怎麼樣 他說好舒服 他說能夠感受到一些東西 可以重新下去 然後我就說 我說美姨姊妹那位是聖靈 聖靈充滿 聖靈千里平安健康 我就這樣跟他講 然後他看到他很平安 就無縫自眠 看到眼睛濕濕 然後他一起喝茶 喝茶就回到教會 一直都會享受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我解釋一下 我解釋一下 聖經是有講到三層天的 保羅說到有一個人去三層天 現在聖靈的分項沒有詳細進入 不過是神會不會將來有一天帶他去呢 我們希望是 但是他有這個意念 而他沒有聽過這個經文 你有沒有聽過 你不知道的 但是現在有講到三層天的 我還沒有認識的 是說到保羅 他曾經認識一個人 但是很多人就覺得 這是他自己來的 去到三層天那裡 好 祝福你 耶 祝福他們 祝福他們 也會想找到一面 在第一個 祝福他們 你 由 你們 有 祝福他們 有 有 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